雷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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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啟動 啟動之後呢 我們就是藍牙這裡 點下去 連接進去 連接好就變綠色了進入 進入之後精彩的來了 就是我們這邊 1 2 3 按三下就拍這裡 拍直拍 叫做鏡頭切換就按三下 1 2 3 拍那一邊 1 2 3 拍這邊 好 按一下 按一下 錄影 再按一下 停止錄影 藍牙麥克風打開 這可以做人臉追蹤控制 這個叫做滑鼠 手機滑鼠 手機滑鼠呢讓你在工作上來講 不用一直去弄它 剛剛先生有問到這個 會不會干擾的問題 藍牙在很多的條件下都會干擾 而且干擾到你會突襲 那怎麼辦呢 記得齁 通常都是被人家給揭露 果然 為什麼收不到 被它搶走了嗎 搶走了就收不到了 好 那它在這個情況下就可以把它勾進來了 連線中 好 進來了 那我們現在要進去它的這個 這裡 好 這裡就有藍牙 這個在這邊 藍牙在這邊 好 好 那我們呢 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這裡 OK 好 人臉追蹤 按一下 欸 大家好 我是BOSS 哎呀 它就是在追我的嘛 對不對 追的不要不要的齁 好 那這時候我按一下錄影鍵 如果你今天按下去的時候 麥克風現在收音在這邊 麥克風現在收音在這邊 歐馬尼北美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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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麥克風收音就變到這裡來了 它又追著你走 好 追著你走 好 那我現在覺得我這個構圖已經不想讓它再追了 看一下齁 解除 冷戀追蹤 同時它又在錄影 又在收音 我覺得我要到另外一個場地去啊 我們再進入冷戀追蹤 好 那沒有追到的原因是因為裡頭有兩個人 兩個人呢 他就尷尬了齁 兩個人他會比較尷尬 好 追的還不錯齁 好 好 這個特別適合老師錄教材的時候 自己一個人在環境加入教材 可以